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基督是主,城市幸福,2018高雄市议会新年早祷会上午举行,副总统陈建仁专程出席与教友一起为台湾为高雄祷告,周牧师也为陈建仁祝祷,愿他行公义,存天卑,与神同情。 高雄市议会新年早祷会是第三年举办,由高市议会主办议长康玉成与爱走动团契成员陈姓于张丰腾,陈正文,吴一正二等帅人兄S援军出席,高市副市长杨明周代表市长陈局道场致议,立委管毕林也专程出席与教友一起向主耶稣祷告。 陈建仁致辞时表示,台湾过去一年经过很多考验,在蔡总统领导下不断改革创新,台湾去年经济成长很好,不断向上提升,而各项改革在主耶稣基督领导下也平安度过艰难,包括司法、年经、正义转型等都一步步走向正轨,感谢主耶稣给我们平安其乐。 康宇陈则指出,1865年玛雅各,英国长老教会第一位驻台湾宣教师与马歇医师齐宁,将基督福音从高雄骑经上岸,让高雄成为台湾福音的入口,再逐渐将福音传到各地,而高雄的幸福也是从神而来。 他要向神祈祷,希望主耶稣能成为高雄的盾牌与盘石,早岛会今年邀请高市民全国小管乐团与台湾合唱团一同献唱优美诗歌,精湛演出让现场教友相当感动,也让主耶稣听见高雄嘴,纯净美丽的声音。